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齐老师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步编教材 二年级语文下册 第七课 一匹出色的马 同学们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七课 一匹出色的马 来 我们一起读课题 预备 读 一匹出色的马 一匹出色的马 再读一遍 一匹出色的马 下面请同学们打开你的书 翻到第七课 好 请打开书 请大家认真的听老师读课文 在听的时候注意 文中的声字和词语 你可以在听的同时把文中的声字和词语随手用笔圈画下来 好 请认真听 一匹出色的马 一个春天的马 妈妈牵着妹妹 爸爸牵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 河水 避绿避的 微风吹过 泛起层层拨纹 河岸上垂下来的柳叶 拂过妈妈和爸爸的头发 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 鹿的一边是田野 葱葱绿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坛 春天的郊外 景色异常美丽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 却还恋恋不舍 不想回去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妹妹求妈妈抱她 我很累 走不动了 抱抱我 妈妈摇摇头 回答说 不行啊 我也很累 抱不动你了 妹妹转过头 求爸爸 爸爸不作声 他松开我的手 从路旁一株柳树下 拾起一根又长又细的枝条 把它递给了妹妹 说 这是一匹出色的马 你走不动了 就骑着它回家吧 妹妹高兴地跨上马 蹦蹦跳跳地奔向前去 等我们回到家时 他已经在门口迎接我们 笑着说 我早回来了 好 听完老师读课文 下面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注意在刚才老师读的时候 你圈化出的声字和词语 好了 同学们 请开始 出声朗读 文字读 周哥 教授大声读 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路的一边是甜蜜,通通不语的,非常可爱,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春天的宵外,景色异常美丽,我们一边看,一边走,路已经走了不少,却还恋恋不舍,不想回去。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妹妹求妈妈抱她,我很累,走不动了,抱抱我,妈妈摇摇头,回答说,不行啊,我也很累,抱不动你了。 妹妹转过头,求妈妈,抱抱不舍舍,她松开我的手,从一旁一株手术下,拾起一根又长又细的枝条,把她剔给了妹妹,说,这是一匹出色的妈妈,你走不动了,就乞着她回家吧。 妹妹高兴地画上她,蹦蹦跳跳地先向前去,等我们回到家时,她已经在门口迎接我们,向主说,我早就回来了。 好了,同学们,你们读得非常认真,相信这篇课文里面的生字和词语,已经给你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了。 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课需要我们认识的生字,请同学们,看着生字,如果你会读,就不要看拼音了,如果不会读,看一下拼音,把它正确地读下来。 好,自由地先练一练。 好了,来,第一行的字,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浇、浇两遍,预备,读。 浇、浇、饭,饭,播,播,闻、闻、冲、冲、冲、卵、软、调、谈。 来,第二行,先来给大家读一下 说一宁,请你来 意,意,练,练,舍,舍,球,球,猪,猪,石,石,骑,骑,骑 很好,请坐 来,我们一起读读第二行的生字 意,意,预备,读 意,意,练,练,舍,舍,球,球,猪,猪,石,石,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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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看看,现在呀 老师把这些生字上面的拼音帽子去掉了 没有拼音了 你还认识它吗 来,自己读一读 看看是不是认识了 自己读,自己练,开始 你会不会给这些生字读 把它记住了 然后再给它组个词,找个朋友呢 练一练,给它找个朋友 比如第一个,交,交外 就这样来 来,自己试试,快速,开始 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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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猪一猪 时时起 骑马 画画的 来 找个朋友来读一下 第一行的 前四个字 谁来读一读 再给他找个朋友 做个词 谁来 下次请你来 交 交外 很好请坐 来我们一起试试 交外 预备 招外 担起 拨 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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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来这三个字 谁来读 子涵你来 葱 洋葱 软 柔软 痰 毛痰 很好请坐 你可以组文中的词 也可以组你自己知道的词语 来我们试试 葱 预备读 葱 洋葱 软 柔软 痰 毛痰 毛痰 绿痰 都可以 葱 可以组成 葱葱 绿绿 来 第二行的 第二行的前四个字 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 谁来 魏宁 你来吧 意诧意 练 练练不舍 舍 依依不舍 求 要求 真棒 请坐 来我们一起来 意可以组成 其意 意地 是不 都可以的 来 意 预备 其 意诧意 练练练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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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求 要求 要求 求人 这四个 最后四个生字 谁来读 杰森你来 猪 一猪 石 石 起 骑 骑马 胯 胯上 胯 胯上 胯栏 胯过 都可以 好 请坐 好了 同学们 这四个字 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吧 猪 一猪 预备 开始 猪 一猪 石 石 起 骑 骑马 跨 跨过 跨过 跨上 都行 那我们看看 我们怎样把这些生字 记牢固呢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胶外的胶 孩子们 你想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呢 老师给这个字找了一个行进字 我们看学校的校是不是和胶外的胶 长得相似啊 那你用什么办法来记住胶这个字啊 谁来说说 子涵说 我用的是加一加的方法 先用教作业的教 然后再加上耳刀旁 就是教油的教 嗯 很好 请坐 我们也可以用行进字换部首的办法 熟字换部首也可以来记这个字 这也是记字的方法 比如 学校的孝字 跟胶外的胶 比较相近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 孝这个字 来记胶这个字 学校的孝字 把木子旁去掉 在它的右边加一个 什么旁 耳刀旁 对 加一个耳刀旁 就是胶外的胶 胶油的胶 是不是 好 来我们一起读读这个字 胶 预备 读 胶 主词 胶外 胶外 胶油 那这两个字 你用什么办法记住它呀 用你的眼睛去观察 这两个字 它的部首怎么样 都是什么部首呀 三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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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明这两个字 都与什么有关 水 与水有关 那所以我们首先记住 这两个字的部首 是三点水 那么我们可以用 三点水 这个部首 加什么的方法 来记它呀 谁来说说 子涵说 第一个字 饭 是三点水 加一个皮筏的筏 拨 拨 是三点水 加一个皮球的皮 好 请坐 子涵刚才所说的 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样的字 我们同样可以用 部首 加熟字的方法 来进行记忆 既然这两个字 都跟水有关 我们首先记住 它是三点水 这个部首 然后加熟字 饭 就是三点水 加一个皮筏的筏 筏力的筏 拨呢 是三点水 加了一个皮球的皮 调皮的皮 记住了吗 来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字 饭 饭起 预拜 读 饭 饭起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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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再看看 这几个生字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五个生字 它们的结构是相同的 都是什么 左右 对 左右结构 那么再看看 这些字 它们的右半部分 你认识吗 认识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 熟字 加什么的办法呀 加部首 对 我们可以用熟字 加部首的办法 来进行记忆 好 来 我们看看 第一个字 怎么记 谁来说 第一个字 加四说 我用熟字加部首的方法 用一个角丝旁 加上一个语文的文 合起来就是波文的文 真棒 请坐 就这样来说 孩子们会了吗 那第二个字 同样也用熟字加部首的办法 谁来说 子涵说 我第二个猪 我是用熟字加部首的方法 先用木子旁 加上 就是姓猪的猪 然后合起来就是义猪的猪 很好 请坐 那这个字 就是提手旁加 合 加合里的合 就组成了 拾起来的 拾 拾东西的拾 收拾的拾 是不是 那这个字 谁来说说 渭宁 你说 我是用熟字加部首的方法 先用马字旁 加一个奇怪的旗 然后合起来就是骑马的旗 真棒 请坐 是的 奇怪的旗 加上一个马字旁 就是骑马的旗 最后一个 子涵说 跨 我是用的熟字加部首的方法 先用熟字旁 然后加一个夸赞的夸 合起来就是跨过的跨 很好 请坐 是 它的右半部分是夸赞的夸 加一个竹子旁 就是跨过的跨 跨上马的跨 来 这五个生字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 分别给它组 分别给它组个词 文文波文与拜读 文文波文 猪猪一猪 时时时起 骑骑马 快快快活 同学们记得真快 那看看这个字 是这里面最稠的一个字了 用什么办法把它记住呢 首先看这个字 它的部首 是什么 草字头 来子涵 你说说 你怎么来记它 我是用加一加的方法 我先把它们分成三部分 然后 第一部分是一个草字头 加上一个葱葱的葱 然后再加上一个新字底 就是洋葱的葱 很好 请坐 这个字 草字头 我们知道 葱葱绿绿 长得很葱郁 都是来形容植物的 所以 它的部首是 草字头 它的中间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下面拆开 中间是葱葱的葱 葱的下面是新字底 这就组成了葱葱郁郁的葱 来一起读读 葱 预备 读 葱 主词 葱葱郁郁 来看这两个字 这个字读 这个读 面 这两个字该怎么来记呢 这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我们同样可以用 布首 加 熟字的办法 里边的被包住的这一部分 是盐 发盐的盐 两个火 然后加一个 毛 这就组成了什么呀 盘 对 地毯的毯 毛毯的毯 那这个练呢 我们看 练的部首是什么 一起说 心字底 对 练的部首是心字底 练 就说明心里边喜欢 非常喜爱 所以 它是心字底 那我们在记的时候 就用这样的办法 这个字啊 就记得牢固了 来 我们再来读一读 坛 地毯 预备 读 坛 地毯 练 练练 不舍 好了 刚才呀 我们想办法记住了这些生字 现在老师再来考考你 看一看 你是不是把它记牢固了 来我们一起读一读 读两遍 焦 焦 饭 饭 预拜 齐 焦 焦 饭 饭 拨 拨 闻闻 匆匆 软软 坦坦 意意 练练 舍舍 球球 猪猪 实实 奇奇 快快 刚才我们把这一课里面的生字 全部都记住了 那现在老师来考考你的课文 读得如何 看看两句话 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第一句话 文泽请你读 一个春天的傍晚 妈妈牵着妹妹 爸爸牵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很好 这个字你读得很准 散步 但这个傍晚 老师听着读得不太轻 来 再来读读这个词 傍晚 傍晚 再读 傍晚 很好 请坐 注意 这个读什么呀 散步 一起读 散步 第二句 谁来读 傍晚 请你来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 却还恋恋不舍 不想回去 真棒 请坐 第二个句子我们一起读读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预备 读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 却还恋恋不舍 不想回去 同学们 老师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的 这三个字 它是多音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多音字 散 在文中是散步 它还可以组成 散心 它还有一个读音 读作 散 可以组词 松散散开 文中这个字 我们读还 还恋恋不舍 还可以组成 还是 还有 它还有一个读音 是还 可以组词 还钱 交还 把什么东西 交还给谁 这个字 在文中是 恋恋不舍 舍 还可以组词 舍得 舍去 四舍 五入 它还有一个读音 是舍 我们可以组词为 房舍 孝舍 舍的意思呀 就是房屋 房子的意思 来 这三个多元字 我们来读一读 记一记它们吧 散 散步 散心 礼拜 读 散 散步 散心 散 松散 散开 还 还是 还有 还 还钱 交还 舍 舍得 便便不舍 舍 房舍 孝舍 好 棒极了 这是我们这一课里面需要写的生字 同学们看 这一课有八个生字 这一课有九个生字 要我们会写 我们先把这九个生字读一读 然后读一读老师给出的两个词语 匹 马匹 布匹 预拜 读 匹 马匹 布匹 妹 姐妹 表妹 波 波浪 波动 闻 波纹 指纹 像 好像 画像 景 风景 景观 恋恋恋不舍 舍 我舍得 舍弃 求 要求 请求 好 下面我们看一看这几个生字 把这几个生字分一下类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生字中 有四个字是左右结构的 它们分别是 媚 波 闻 像 还有三个字是上下结构的 它们是 景 顶 练 舍 半包围结构的是 匹 还有一个读体字 就是 求 对要求的求 来我们看这个字 匹 这个字 它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同学们记住 写的时候 要先写第一笔横 然后写里面的儿子的儿 最后一笔是竖折 记住了吗 来请伸手 我们书空写一遍 准备 横 预备 起 横 铁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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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读作 啤 好 来看第二个字 这个字读 像 像 好像的像 孩子们看 这个字啊 右半部分是极容易写错的 这个字是大象的象加了一个单人旁 终于写一写象的时候 这中间是撇 这一笔是最容易错的 撇横 勾 竖 横 横 折 横 然后这是一撇 不是一竖 记住啊 这一撇是连着的 来 我们伸手 把这个字写一遍 准备 撇 竖 预备 起 撇 树 撇 横 勾 树 横 折 横 撇 卧 这个是 树 弯 钩 预备 读 树 弯 钩 撇 撇 撇 那 它读作 像 主词 好像 对 好像 再看这个字 练 练 这个字写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 注意 点 点 那么这两点 该什么时候写呢 它的笔顺 点 横 竖 竖 先写完中间的两竖 然后再 左点 右点 再写下面的新字底 新字底在写的时候 注意 它的第二笔是 握钩 来 点 握钩 点 点 这一笔点 要写到偏上一点 不要往下去 来 我们一起 把这个字 数空练一遍 准备 点 横 竖 竖 预备 起 点 横 竖 竖 点 点 点 握钩 点 点 好 棒极了 来 接着看这个字 我们看 求 求 写的时候 注意 它这一部分是 点 提 不要写成横撇 来 准备 横 预备 即 横 竖 点 点 提 点 点 撇 最后再点 点 记住了吗 他读作 求 要求的 求 好了 好了 同学们 这些生字 我们刚才呀 都已经把它学会了 那现在 打开你的书 我们来把这些生字 各写一遍 来 打开书 翻到课后的生字 先描一个 然后 在后面的田子格里面 写一个生字 好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继续学习 好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下课